剛才廖委員在說 中大爭議要點作業要點裡面 既然公司有這麼大的爭議要點 他講的就是所謂的太有的事情嘛對不對 那我在這邊也要講一句公道話 你們剛才 我們國務人員一切都要依照規定來辦理 但是不要忘記了 怠惰也是一種 你們剛才講說 你們都有照程序在做 但是以我所了解 我最少不是只有我 要求你們召開這個重大爭議的作業要點 去辦理所謂的公聽或是說明 你們的內部簽文是不需要辦理 就如同剛才司長講的 你們說這個都已經依法敗訴了什麼什麼 我說過了那是你們的說法 那是你們商業師的說法 那重點是有很多的專家學者認定 這個你們所講的是另外一套 專家學者看的又是另外一回套 那當我們民意代表接受百姓陳情的時候 我們只希望說 既然這個事情有這麼大的爭議 十幾年了 不再都改管 只要叫你們 就如同剛才廖趙委所講的 安排一個重大爭議事項 來召開一個協調會 你們就辦不到 部長 部長我現在是持平在說 對不對 是 我相信你們內部簽名是不需要辦理 不需要 為什麼廖委員又在這邊講 因為這個是一個重大的爭議 我們希望是透過專家學者 透過行政相關單位人員 大家坐下來把這問題攤開來講 對不對 所以才有這個你們的重大爭議要點 如果 我不知道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認為我還沒有犯了老人癡呆 你們應該裡面 對啊 委員很清楚 對 所以你們裡面你們主頭 你們就是不要辦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是希望說部長 是 教委在說 教授啦 他卡到我他用一個提案 說要求你們 閉嘴這個事情要辦 所謂的根據這個 你們的那個重大爭議作業 要點裡面 要去辦這個 你們要記錯嗎 你們要記錯嗎 我先請市長 那個報告委員 沒有我先問你啦 如果立法院這邊要求 提出臨時提案要求你們辦 你們會不會拒絕啦 因為這個案子齁 所有的訴訟都已經終結 沒有啦 經濟部目前沒有這個例子 市長 我從頭到尾就講了 你們都有你們的看法 包含行政院法規會 也有不同的看法 包含著外面很多很有名的專家學者 也認為你們商業室的解讀有錯誤 但我不是頭髮落的 我不知道 但我只僅僅僅僅僅僅人 公司法它登記就是有效率 假的東西可不可以登記 假的 金法院判決它是偽造的 可以登記嗎 你回答多少 這我請我 市長 市長你回答 你不要顧左右的顏濤啦 因為你已經閃過六百了 我不知道說今天 因為 今天的新聞 電視的照片中 也誰說的 公司法大亂鬥 好有夠多案 我現在要問一下 真理就是真理 對就對錯就錯 呈現的文字裡面的資料是錯的 你們可不可以登記 報告委員 是不是假的資料 這涉及到偽造文書 要以法院來認定 是不是假的東西 法院已經認定它 純屬偽造 有死去白紙 什麼去純屬偽造 那算不算 法院的判決裡面 有很多的論述 我想要從 沒有啦 我要跟你說的啦 這很簡單啦 其實你還是維持你的論調啦 我相信今天一定有很多委員 針對各個公司法 不只是針對這個九條式的修正 還有很多 包含有多少股東可以提 可以提這個 開董事會一樣 這個都很大的正義 我下個禮拜 我要開個一個公聽會 對不對 我們希望我們制定的法律 是越來越好的 包含在這裡 齁 來我現在問你一項嘛 正常說的 一個人的董事會 公司哪 召開藝人董事會 剛才廖委員有講到 他也舉到林泉部長 林泉院長一個 藝人董事會成立嗎 市長 發委員 經濟部向來的解釋 是認為 藝人董事會的效力如何呢 如果有爭執 要由司法機關來認定 你告訴我 他又是提供司法機關 你們整個都不用做了嘛 藝人董事會 要經過司法機關認定 這是涉及到董事會 決議的效力的問題 所以 性質量是屬於法院來認定的事情 我告訴你 如果有公司召開藝人董事會 在董事會做成重大決議 藝人董事會 一個人自己可以決定 你們在書面審查的時候 你們的一定有效嗎 你又要講說 這個又要司法 他的效果還是由法院來認定 你看 這實在說 我告訴你 裝睡的人永遠照不行 你的 藝人董事會一句交友司法 這要講到交友司法 對不對 你每行的交友司法 好 我告訴你 藝人董事會的名犬下說 他是純屬偽造 虛偽不實 都爭執什麼 你也說他的認定有好幾種 所以為什麼要去修這九條事 來 那既然這樣我就回歸重點 你們現在的條文 我提出來的 你們現在是說 公司的設立或其他登記 有偽造變造文書 經裁判確定後 有檢察機關通知 中央主管機關 撤銷或 廢止其登記 對不對 現在現行條文 來 如果我現在增加這樣 那個部長 為了要讓這個法律漏洞 把它填滿 不要再有這個爭議性 我們把它修正就是 像剛才說的 公司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 有偽造變造文書 或 其他違犯 判刑偽造文書 印文罪章之情勢 就是偽造輸文書 這 你們會反對嗎 那麼 今判刑確定喔 你聽到的 好 你們剛剛說的 有法院處理嘛 對不對 今判刑確定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 得 依職權 得依職權 或檢察機關通知 或 偽造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 偽造那個 文書印文章罪勒 這樣下去 是不是 可以更完善啦 我講實在話啦 這 這個職權面 我怎麼請我市長來 我跟你講啦 你們市長 我從 做立法委員 你們市長做立法委員 我確認啦 這個案件 不是只有我一個關心 我要說 我民意代表 我是不敢看到 一個社會 一個這麼大的 因為資本 他請啦 你們剛才你們的 你們的 你們的 市長說的 說 要法院判刑確定嘛 然後他說 他是什麼都敗訴 我跟你講 那個行政程序 個人沒辦法提出 他是不適格的 但你們該誰這樣 所以在這個利潤點上面 傳交了不同的看法 你們都閃過 你們都沒話說 好來 我手套這個 判決書裡面 它裡面所寫的 泰柳公司 九十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 召開之董事會 於出席簽到 不 之記載 確實 虛偽不實 簽到 破案是 虛偽不實 頭簽的 不會做歐一 然後你說要法院判刑確定 但是他也是把你嚇 所以像我剛才問你 你都不敢亂 假的東西能不能登記 假的本來就不能登記 假的本來就不能登記嘛 但是我的東西拿假的 我以為做一個 我的印鑑 登記什麼 啊法國啊 結果你們說這樣我改不回來了 這樣我說 台灣民國 我告訴你 改革財產都有登記了 所以 這個為什麼會有造成這麼大的爭議 既然發生了我們要勇於面對 我也知道這個案件對你們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認為 不管有來自任何的壓力 我們只做對的事 今天到底要不要修這個法律 而且 這輪是行政院跟你們開會 行政開會給你們的經濟部門 以至於元坊集團 入主太流之 具有現金爭之 相關股東會決議後 所做的依檢 依照法院認定 細數偽造 這是 行政院統治的 所以 不知道跟你說未來 這個公司法很重要 要好好檢討 所以這個才會產生九條四的問題 這也是 行政院給你們的問 但你們都自自不理 所以 一句話 就是說 反正 就是給法院 反正就是給法院 但我們行政 我們的公務人員的作為到底在哪裡 我如果沒進去 當然是我在跟你們協助 你們跟我說 怕的是當季回來 產生的這些問題 你們沒辦法收拾 所以 你們就一拖 再拖 反正 什麼時候 我當時立法這個集務 不知道 我也知道你們沒辦法 但是 我講過 我們是做對的事 今天 所以 今天 為什麼這麼公司法 有這麼多的問題 包含我剛才說 我下禮拜有另外開了公聽會 包含 召開臨時股東會 我也不知道 想說你們到底是什麼 想到這個 有空不順 你們是行政機關 秦菜人家可以給國標 整個小小的可以開 入市股東會 變成可以市場派對 跟菁英派來處理 哇 這有空了 對不對 我相信我也私底下有跟市長 你反應過 你也說 這個要審慎去考慮 所以說 因為有你們的積極作為 才能造成 我 有你們積極作為 這可以讓我們的制度面路好 但是 不要一碰到事情 就是一句 交給法院處理 這個法院處理 剛剛法務部就起來也這樣說 但是法院處理了後 後續的你們還要 有肩膀 有承擔要去做 我告訴你嗎 是 感謝委員的期待 我今天說這個 針對這個 我們公司法 不是只有這個 所謂的九條事 還有很多 我是希望大家真的 要好好的去檢討 制定出一套 真的適合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社會 我們現在的企業 還有我們的人民 可以適用的 所謂的 大家一起通用的公司法 要做個公平 最起碼讓你們 有所承擔 敢作為 是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